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歌神张学友日前在中国举行巡演,警方在入口处设置安检及人脸辨识系统,一个半月来,竟抓到三名逃犯,网友则笑亏歌神要编逃犯客星了。 张学友得知后,也回应此事逃犯不畏危险,坚持朝圣张学友演唱会,纪南昌,干周后,二十日于浙江嘉兴场逮到第三名通缉中的逃犯,消息曝光后,被封逃犯客星,甚至还登上华尔街日报头条,对于接连有逃犯在演唱会上被捕。 张学友受访时表示,无论什么人,我想都需要娱乐的,不过这么巧,他就是作贼的,被抓也是很正常吧? 张学友笑称不在我的演唱会被抓,你去便利商店也会被抓了。 随后一脸正经向逃犯喊话,感谢你们来看我的演唱会。 张学友被封为逃犯客星。 资料照,环球提供,张学友在中国举行巡演。 资料照,环球提供。